5人大消失 这样子的话 它的效果才能够越来越明显 那大概要做多久 这真的就是看每个人的目标 目标的 对啊 有些人可能他是想要这样变这样 那可能就要慢慢变这样 那如果他只是觉得自己痛 肚子肉比较多 那想要消一些 那有可能做个一个月的療程 他就会很有感觉了 会痛吗 他送一线进去的那个针 跟我们一般在打针的针 的粗度其实蛮像 所以如果怕打针的人 一定会怕买线 他没有像针灸的针那么细 那会迂勤吗 如果说有些地方血管比较丰富的话 那扎道有可能会有一些迂勤的问题 但是不是每一个地方的买线 或是每一个人的买线都会迂勤 那是不一定的 医生有有种运线吗 有啊 有吗 那我们等一下会后好好聊一下 马上预约 马上预约 门证表现进来 关于瘦身啊 就是我还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最近 大家都会问我说 为什么我的大腿会有瘀青 因为我自己会用胆筋 这个胆筋是 太大吗 我刮的 然后我就刮一片瘀青的 你是不是刮太勇烈了 可是不觉得刮痧就一定要有那个瘀青 就是我战斗的光柔下 我真的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迷思 为什么刮痧一定要刮到严重粗杀 对 不晓得耶 但是其实我们在讲的中英的刮痧 它其实就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方向 然后做一些刮的动作 那如果说你有些地方真的有气质 或者是那边的这个血液循環比较不好 那就会出杀 所以不是刮痧 一定要刮到出杀 而是刮到有些地方 它会出杀是正常 但是如果刮不出杀 拜托不要勉强 然后弄到自己都有一点受伤 那就得不常识 那所以胆筋真的 就是你常常这样敲打胆筋 对腿是会瘦的吗 女生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月经的关系 所以很容易会有一些气血循环是很顺的时候 那胆筋的部分的话 它可以连同一些骨干啊 去调节气的循环的部分 所以在敲打胆筋 确实会让你觉得身体的循环是比较好的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这水肿就会能够用来散 对 但是不是敲打胆筋就会全身都瘦 你还是要根据你需求的部位去做价钱的比较好 嗯嗯嗯嗯 好的所以今天其实戴戴也是 对这集内容觉得非常的受用 等一下结束之后呢 我就要跟胡医师来预约一下时间了 哎哟 好的 那么谢谢大家经验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五粮大小事 我以前都是喝金门高粱酒 自从朋友介绍了这一款 台湾白霸子高粱酒之后 我就爱上了白霸子高粱酒 真的 喝起来很顺口又回甘 而且不上头 这款白霸子高粱酒 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高粱酒 我推荐给你 台湾白霸子高粱酒 真是好酒 喝高粱酒 不懂的人喝牌子 懂的人啊 喝白霸子 真的很难想象啊 59.5度的高粱酒 喝起来竟然这么顺口 白霸子高粱酒 59.5度 三道真六精量 让你喝的每一口 都是总享受 来 我真心推荐 这款台湾好酒 白霸子高粱酒 赞 今年过节不送礼 送礼就送 台湾好酒 白霸子特量高粱酒 坐下 我认为谢谢大家 我认为全食 你今天不肯定是 也能换衣鸾 在家庭里 我认为 我认为